杨总 你可算是回来了 回到小区 车一停 才刚刚刚走进别墅 就看见这个时候客厅里坐满了人 有张涵 张伟 江燕 张显贵 还有王晓明 以及一些不认识的人 多半是某些人的家属亲戚 而在王晓明的身边一左一右坐着两位恐无有力 一脸严肃的保镖 看来之前的安排很快就起到了效果 刘晓宇那边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 此刻说话的是张伟的舅舅 一个身穿西装 三十出头的男子 怎么了 杨坚感觉这里的气氛怎么有些不对劲 张显贵这个时候捂住出血的头道 还能有什么事情 工人闹出来了 不愿意再留在这里做事了 就在之前包工头戴着他们全跑了 我拦都拦不住 张叔叔你没事吧 杨坚问道 没事 就擦破点皮 张显贵道 不过这样下去的话 安全屋只怕是建不完了 现在完成了多少 杨坚道 主体建完了 但是配套设施还没有搭建完 如果要用的话 安全屋顶多可以保住人十天左右 十天之后就会因为缺水 缺电等情况不适合再住了 到时候就必须再次打开安全屋进行打理 补给 张显贵道 安全屋的搭建没那么容易 不是只是建一间房间就可以的 要考虑很多个方面 最长时间只能待十天吗 杨坚微微皱起了眉头 比预期要短得多 在他的计算里 安全屋最少也要待两三个月才行 不求一年半年那么长 杨坚随后看着这些人道 你们脸色别这么难看 那些工人跑了是他们的损失 在我看来这关江小区算是整个大昌市最安全的小区了 他们离开了这里去了别的地方更危险 一万一天流他们做事他们都不愿意 还许诺给他们分配住处 让他们住在这里 真是不知好歹 张伟的舅舅忍不住骂道 大难临头 人人自危 做出什么事情都不奇怪 杨坚道 这个时候王小明呼的道 你去了市中心 还救了个人 这可一点都不符合你的作风 无所谓了 可以说说那里情况变得怎么样了吗 杨坚看了一眼深厚憔悴 无力的张立琴 他道 江燕 带他去洗个澡 吃点东西 Otilda 江燕神色古怪的看了一眼张立琴 带他离开了客厅 和你之前说的一样 几乎已经沦陷了 厉鬼正在以市中心为源头不断的往外扩散 三天之内估计这里也能看到那东西的身影了 杨坚道 这话一出 客厅的其他人脸色顿时就变了 有些直接露出了恐惧的神色 安全屋没有全部建设完 那鬼东西三天之内就有可能出现在关江小区 这胆子小的人腿都在抖了 和预想的差不多 王小明伸手摸了摸下巴 安全屋保护不了这么多人 很多人会死 张寒沉默了 他一边抽着烟一边道 食物和水的储备倒是够 可是这解决不了关键性的问题 剩下的人不可能长时间的和厉鬼生活在一起 就算是我们知道规律 知道怎么避免被杀 但也只是暂时的 第四阶段 鬼鹰绝对不止死去的夜封一个 那东西会杀掉所有被诅咒的人 在这里每个人都呼吸到了这种阴霾 略微一算 其实大家心中都清楚 安全屋撑死住进去20个人 剩下的人只能留在小区里 虽然小区暂时是安全的 但很快这里也会变得和大昌市中心一样 那现在怎么办 张显贵问道 不过没有回他 其他人都沉默了 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杨坚此刻已经有了决定 他看着沉默的众人道 既然你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么就听听我的意见吧 众人一下子又看向了杨坚 张叔叔 现在安全屋最高容纳是多少人 杨坚问道 19个 张显贵道 不能再多了 好 那就19个 杨坚道 明天开始准备 让19个人进入安全屋 准备避难 名额的话现在开始讨讨论 我的要求不高 我只需要五个必须的名额 除了我之前答应了遇鬼者总部那边送出去的三个名额之外 剩下的两个名额我一个给王小明 一个给江燕 其余的你们决定 那你呢 王小明看着他道 其他人也有些诧异 这安全屋的发起者杨坚居然不把自己考虑进去 我是遇鬼者进去安全屋也没用 万一在安全屋里面厉鬼复苏了 你们都得死 而且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杨坚道 我累了 去休息了 剩下的事情交给张叔叔你了 张显贵苦笑了一下 顿时有种压力巨大的感觉 剩下的十四个名额全给了自己 那如果安排不好的话这可是会出事的 杨坚现在没心思去考虑这些 这种麻烦事情还是交给经验老成的人去办 让该头疼的人头疼去 自己当然也不是闲着 一个人来到五楼 张显贵还是够聪明啊 早就考虑到了停电的问题 所以连发电机都准备了好几天 连柴油都有储备 所以现在的别墅里还能维持电力运转 杨坚没有开灯 而是一个人拿了一张椅子坐在了那一排落地玻璃窗前 看着窗外的一片阴霾 拿出了卫星定位手机 准备一轮通话 我是杨坚 目前安全 我想和遇鬼者总部的人通话 通讯室内的刘晓宇趴在桌子上小气着 这几天她黑眼圈都熬了出来 一直没怎么睡 听到杨坚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出来 她里面惊醒 杨坚 我是接线员刘晓宇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不太好 我现在没时间和你聊这个了 我现在要求和总部的人通话 给我安排 你是找队长 还是 刘晓宇问道 之前我们副部长曹延华要和你连线 不过因为你在市中心所以就搁置了 副部长曹延华 那更好 让遇鬼者总部所有说得上话的人一起参加这次语音会议 就说关系大昌室的生死存亡 该怎么安排是你的事情 我给你20分钟的时间 别让我等太久 杨坚道 让王晓明也参加 叫他一个人来我这五楼 记住 是一个人 好的 我立刻去办 给我15分钟就够了 刘晓宇一下子惊得跳了起来 她浑身都在颤抖 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害怕 但是她能够感觉到这次的会议面临的问题将会无比严峻 杨坚放下了卫星定位手机 静静地等待着 没几分钟 楼道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确实将咽气喘吁吁地跑了上来 她推开门连灯都不开就冲了进来 你怎么上来了 我记得你应该不敢来这五楼吧 杨坚回头看了一眼 但又转过了头去 为什么 江燕情绪有些激动 什么为什么 杨坚坐在椅子上 背对着她 江燕道 你干嘛对我这么好 把名额给我 自己却不要 你说刚才楼下发生的事情啊 没什么 你是我雇的员工 我答应了你要保护你的安全 杨坚道 既然我说了 那就说话算数 这点诚信还是有的 那你会不会有事 江燕走了过来关切道 杨坚想了一下道 应该 会死吧 那你别死好不好 你死了 我怎么办 你可不能丢下我不管啊 江燕哭着说道 他抱着杨坚的一条胳膊蹲在旁边 一副没有依靠的样子 江大姐 没有人想这样 但这是目前最好的结果了 如果我死了 你能活下来的话以后找过一个老板吧 这个世界变了 生死这种东西早晚都是要面对的 杨坚道 江燕连忙哭着摇头道 不 我才不给别人打工 你跟我一起去安全屋吧 就跟以前我们住在公寓里一样 我可以挤一挤把位置让给你 不是我没有安全屋的名额 是我不想去 算了 说了你也不懂 我还有事你出去吧 你知道五楼是很危险的江大姐你做什么 干嘛摸我 快住手 你再这样我喊人了 进了安全屋也不一定能活下来 我不想后悔 今天我吃定你了 江燕脸蛋羞红 放在平日里他不敢相信自己会做出这种事情 抱歉 突然这个时候身后一个声响起 不知道什么时候王小明站在那里 如果你们继续的话 我可以等三分钟 三分钟 你再看不起谁 杨坚眉头一挑 王小明平静道 只是我个人研究得出的平均水准 三分钟是理想值 我 我先出去了 江燕羞的满脸通红 低着头逃逝的离开了 这次叫我一个人上来做什么 记得你并不太欢迎我来你家五楼 王小明见到江燕走了之后看了看四周 这些房间的门都被你锁起来了 里面有什么 杨坚道 危险 我对个人隐私还是比较看重的 你不用那么防着我 王小明道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把每个门的都开一遍 杨坚道 王小明道 只是职业习惯而已 并不能代表什么 杨坚道 我这次要求总部召开一次电话会议 你是其中之一 这次会议之后就没你什么事了 尽安全屋老师待着 哦 你想和总部的那些人聊什么 很快你就知道了 杨坚道